新聞結束中間的投資來港議室 要來看就是連接到港議室 含港議關民鄉鄉的路三條改建港頂 現在進度已經達到百分之五十六 穩定超前 因為貨機正要來到 在在救體兩邊 有兩個提供時間進出的方法 比提供更多 一旦如果是有條件 給水不停用空間的作成營水 所以港議室典民會在日前 是特別前往水產 市府公務主典在未來的方比典的遊民的方法 典遊的方法也會來做這問 先叫他站在九月底 對黨萬港通車 好奇 今晚來講 港議市長民會在日前 特別要請到經濟部追理宿 第五好參加副局長五明華 共同政王使策六三條政見港頂 除了了解到港頂進度拼致 竟特別關心第二級牛調整組業 和方頂進備進行 以營運極端去後 出現共港後的進行 希望將在海港到最多 今天特別來看 一來看它的進度 我想進度是如期 不但是如期 而甚至還有超前 原本預計是50% 現在已經達到56% 再來我們看到它的一個品質 處處都可以看到 讓我們能夠更安心 有更好的一個品質 再接下來最重要就是人的安全 那工作人員的一個公安 他們也特別要注重 所以我們希望在趕工 同時能夠在完工的時候 人員能夠平安 而且整個工程更能順利 今天我們走到這裡 雖然上面的那個拱圈 拱樂還沒有 還沒有開始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未來已經看到 非常壯觀的局面 那我們可以期待 這是未來 嘉義是一個新的亮點 我們的入口門戶 整個都會更亮起來 而且是更安全 就這樣講的 喬安 路安 人更平安 因為負責就要來到 為了拼圈 新加鐵的兩邊 提供在工程 車輪出入的隔壁 剛才開水埔中 會造成酒瓶路面飲水 剛才是政府 公務處境地 會有的隔壁 在外地進行 會用東頭像鋒筆 中有的隔壁 就是會用工方來做東水門 又再加上太空包來鋒筒 第二 港洲的鞭筆 都在大火的鞭筆 叫民的工方 只流條 路上鞭筆 不正進度 1950% 進度超前 鞭筆 鞭筆 會在內九尾 進行萬港通車 細心新聞 丁順順王小山 跟他一起彩虹報道 最在地的美食 最及時的新聞 最感動人心的故事 只要滑動手指 全部完整呈現 現在訂閱 還有機會參加我們的抽獎小活動哦 馬上拿起手機 掃QR Code 一起加入我們吧